台北市不只有都会风景 更有位于城市中的自然美景与生态宝藏 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局与14个台北市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携手合作 精选包含生态古迹影像亲子美食与异品等六大特色寻宝主题 民众可以在城市中珍贵绿地来场生态寻宝 或在城门下听故事 参观包罗万象的影像数位特展 在展览和解谜游戏中同乐 品味古早好滋味 以及藏身都市高楼里的知品特展 体验精彩多元的乐趣 其中包括有生态主题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智山文化生态律园 还有我们的一个林语堂古居孙允玄科技人文纪念馆 这些包括宝藏仪树村跟松山文化创源区 跟季州安文学森林 这些其实都是台北市像里面的城市小绿洲的地方 他们都有一个相关的生态地图 让大家可以认识说 我们这几个关锁周边的鸟类植物昆虫 有一个很有趣的生态之旅 还有我们古迹的主题 包括我们北门周边的福台街羊楼 他们从5月7号起连续 三个周末都有一个北门开讲 就是我们邀请对古迹古迹或者是这些历史有关 有学有专精的一个老师在户外办理周末的讲座 那还有说我们的紫藤录 我们紫藤录它也有相关的一个展出 各种其实静态展览跟动态的展出 还有我们北投物物馆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是直接就是我们它是在做一个 日本在大正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插画 它叫煮酒梦二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些展品 来台湾的展出 那也是我们会例如主题主题里面 那还有我们的影像寻宝之旅 影像寻宝之旅像包括我们的孙云璇的科技人文纪念馆 我们有孙云璇先生的早期影像展 还有像前幕故局的一个前幕先生的足迹 在台北的展示 那还有我们的阿嬷家 阿嬷家的和平与女性人权馆推出就是me too先行者的一个特展 那这个三个影像展其实都跟我们台湾台北早期的故事 早期的一个历史故事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还有我们的数位艺术中心 我们在芝山这边的数位艺术中心也有 也有非常优秀的就是艺术家的特展 好那再来是有关我们的亲子的部分 像这一次我们有两个我们地方文化馆 特别有推出相关的亲子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天文科学教育馆 它有宇宙航海王的一个特展 那还有长荣海事博物馆 有动物海友会的一个亲子解密包 就是亲子党购票入馆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亲子解密包 那还有我们最后最后还有一个其实美食 美食的部分包括我们的餐景记忆仓库 在北门旁边的生记忆仓库 它又推出了一款古迹鸡蛋糕 那以整个北门周边的一个铁道布 北门游区这些历史建筑作为一个造型 那它的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古迹鸡蛋糕 就是结合了整个历史导览的一个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新创生茶行也有茶包的制作体验 那还有我们包括像是衣品的话 像我们的凤家美术馆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特展 包括说在地时尚的台积计划 包括制品的创作 谈到北投地区的一个地形样貌跟街坊生活 还有一些印钮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印章和钮扣这些的 的一个艺术传承展 那看到我们有仪式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那以上是我们在518博物馆日前后 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跟我们的这么多的地方文化馆所那 合作推出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文相见 那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六条巡宝主题推出丰富多元的展览活动 邀请民众来唱知识巡宝之旅 后续文化局也会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